环顾四周都是人 前鸿海发言人刘冠英也到了离泰院朝圣 但是晚上还不到八点 因为人太多就想离开 不过人挤人地面不平容易跌倒 他形容以为要被碾毙 还说回到饭店后 一直梦到被挤被踩 以后不敢再去了 而美食部落客来到韩国 也差一点去了离泰院 其实我本来如果人在守我的话 我是一定会去离泰院 但因为我刚好人在福山 我这次有计划跑来福山看烟火 所以就没有过去这样 临时行程跟改逃过一劫 不过为什么离泰院巷弄宅小人几人 但是不止外国观光客 连南韩当地人都会造访 那边的异国餐厅料理很多 西式的 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 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很流行性 然后很多情侣约会也喜欢去那边 因为特别有气氛 至于嫁到韩国的台湾媳妇 住在韩国14年 回顾每年万圣节都有派对活动 推测今年因为疫情大解风 才出现比以往多出好几倍人潮 今年就是因为可能解禁之后 人潮就是超级多 年轻人都跑出来了 那边都是很多年轻人会聚集的地方 很多年轻的女生去 如果她们就穿高跟鞋 没有办法止滑的 一直踩到塑胶的东西 或者是纸张水就滑倒 然后就这样骨牌效应 这样整个倒下去 好不容易摆脱疫情 在韩国年轻男女外出进驻 却没想到发生不幸意外 东西文黄团一流营在台湾岛 我们的世界总让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们的新闻带给您耳目一新 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 也让通膨压力更加扩大 能源以及粮食危机 已经冲击到了亚洲金融 极端信号比想象中更加口径 您感受到了吗 关注及跟上陈吟的脚步 抵达不期而遇的国度 从容 亲历 您最完美的选择 东森世界日报